开着房车自驾云南 我们来到了红河 这里环境优美 气候温暖 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 所以我们每一天也都是心情明媚 这样的生活真的太舒服 太幸福了 大家好 我是齐哥 我是大陆 我们现在还是在云南红河州 迷乐市 我们走不出去了 看我们今天又找到一个多漂亮的地方 这是在电锡湿地公园旁边的一个停车场 在这里住车太幸福了 漂亮吗 漂亮 这个停车场特别大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树 好美 然后里面还有油菜花 这边就是电锡湿地公园 平时可以到里面去散散步 然后我们要趁着今天阳光好 环境场地好 把我们房车卫生搞一下 也收拾一下这个储物箱 看一下我们底下这个储物箱乱七八糟的 装备也超级多 买了很多东西 原来我们开床车的时候买了很多的装备 以为换了房车就不需要买那么多这些设备了 没想到还是得买 座椅板凳啊 还有水管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梯子都被有呢 以前就经常有朋友问我们要买这种露营的桌椅是不是特别贵 但是还好吧 我们买的都是挑便宜的买 而且买这种东西大家要懂得用平替词 比如说露营的桌子你就直接收折叠桌 不要收露营桌 露营桌这个东西就贵好多 收拾好了 现在我们要去逛一下公园 弥勒这边好就好在 它气候非常好 也非常暖 白天晒着太阳可以穿短袖的 在这个季节 这个公园很美 这边就是电锡河 然后弥勒的母亲河 全长有190多公里呢 就这个实地公园全长都有7、8公里 一直到那个景平山景区 现在的水有点浑是吧 是有人在清淤 看到公园里面这里树没有 你是不是感觉走在海边 像在海南 对就像在海南一样热带风情 我本来还想往前面再走一走的 河大陆一直在我旁边说 好饿好饿好饿 去吃 走吧 我们还是去吃这边的卤鸡 卤鸡对我们这次不仅是要吃卤鸡米线 要点一大盆卤鸡肉 因为每次吃都感觉不过瘾 河大陆饿的不行了 我们就就近来到这边找一家卤鸡店 好像前面有一个什么名市卤鸡店 这个位置也不知道是哪里了 荒郊野外的感觉 一直走一直走 我们就在这里吃了 今晚我们点了一整只 吃不完就打包回去吃 今晚我们这一餐可以说是豪横了 大家看一下这一盆够多了吧 这边还有一盆 一只鸡可以切成两盆 然后我们点了两份米线 这个是小份的米线 本来这个米线里面放的也是卤鸡的 但是我们既然点了一只卤鸡 就让老板换了一个 这个是他们这边的酥肉 也特别好吃 好香哦 非常香 这是我们到米勒吃最丰盛的一餐了 一盆放在这里吃 另外一盆待会打包回去 然后这一盆看起来很多 但是实际上这一只鸡才五十来块钱 还算是可以吧 特别棒 米勒的卤鸡 米线还是一如既往的香 他们米勒的米线 我跟大家说 跟云南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的 好吃吧 好吃 我真的要饿死了 大家都要饿死了 今天早上没吃 中餐没吃 又吃了面包 之前我们吃卤鸡米线都没有这个蘸水 然后老板给我们调了一份的蘸水 蘸一下这个肉啊 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更加香 在特别饿的时候 吃到这种好吃的东西 那种幸福感满足感 真的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 其实我感觉米勒这边的卤味 有点像我们家乡那种盐焗鸡 皮是脆的 然后里面那个肉啊 也特别入味 特别好吃 鸡腿 看一下这个肉 很紧实的这个肉 然后蘸一下这个 蘸一下再来一口 这个感觉 太香了 米勒这边的卤鸡确实好吃 我推荐大家来到以后 一定要像这样子吃 不要说吃一只吃半只都可以了 这一只确实大 他们家的鸡头是大一点的那种 现在我们要回去歇着了 今天就先这样 拜拜 拜拜